韓式冬粉堡的話 其實上這一道菜是韓式的料理 我們在選購泡菜的時候呢 幾乎都是豬物心素會比較多 那加到冬粉裡面呢 泡菜是關鍵 因為它有吉祥的作用以外 而且會有非常的開胃 今天做一道是韓式冬粉堡 那這個韓國的冬粉呢 跟一般的冬粉不太一樣 所以要煮之前呢 我們先泡在水裡面 大概泡30分鐘 因為韓式冬粉比較耐煮 而且煮完之後呢 它比較不像台灣的冬粉 會比較軟爛一點 所以韓式冬粉堡的部分 它吃起來比較Q 我們可以將這一道菜 當作是一個主食 紅蘿蔔的部分呢 我們先把它切片 因為配色使用而已 所以不用切太多 切完片之後 我們再把它切成絲 我們也要幾朵的香菇 那其實上蒂頭的部分 它是可以吃的 所以蒂頭的部分 不然我們直接把它切片就好了 好 菌朵的部分呢 實際上我們就把它切片 水蓮部分呢 在這一道菜 其實它可以增加 豐富的脆口的口感以外 水蓮很快熟 所以原理上 我們下鍋的時候呢 不要在裡面鍋子都太久 現在我們的水蓮 才不會變成黃色的 水蓮它的營養成分 還有維生素的A 以及很多的礦物質 100公克的水蓮當中 它的吃的含量就高達 299毫克 所以又可以幫助逆妙 又可以消耗 一種很好的一個食材喔 起鍋的時候呢 我們先鍋中 加入兩大匙的油 這時候再翻入香菇 紅蘿蔔就可以一起進來 放進來之後 我們再加入泡菜喔 這時候我們可以加入 大概一杯的水 韓式冬粉堡的話 其實上這一道菜 是韓式的料理 離不開一些泡菜類的東西 那加到冬粉裡面呢 泡菜是關鍵 因為它有提香的作用以外 而且會有非常地開胃 加入一大匙的醬油 好 味醂1 2分之1就夠囉 來一點點胡椒香 這時候我們再加入 這個泡好的冬粉 豆芽菜 我們蓋上鍋蓋喔 冬粉要好吃的時候呢 記得要上蓋之後呢 讓它悶 用悶的原理 先將冬粉悶手 悶手之後 我們再掀開鍋蓋 把它拌入就好了喔 好 鍋子的部分 我們只要看到鍋圓 有冒煙的時候 其他我們就可以掀開鍋蓋囉 這時候鍋子呢 我們就把冬粉 給它攪拌一下 這時候你會發現它裡面的冬粉 有在吃水喔 好 加入一大匙的香油 水蓮來囉 還是冬粉包 冬粉的部分比較Q 所以我裡面有加了一些水蓮 水蓮部分呢 其實像在台灣的產物也非常的多 在這一道餐裡面 可以增加脆口的口感 然後剛好中和一下 這個冬粉兩個起來 我們在口腔的味型的部分 會比較豐富一點 水蓮放進來之後呢 我們在鍋中兜幾圈 就準備要起鍋囉 好 準備上盤 好 最後呢 我們在上面呢 撒上白芝麻 而且白芝麻必須要烤熟的喔 非常好吃的韓式風粉堡 就完成囉 Кстати 今天的喜 Coke 晚上有的時候 帶上去的 有時候進入 在吃水蓮中 就完成了 我們以為您在來 看看屋氏的水蓮 他在那邊 就像我們在